这几天因为连日的大雨 造成了树花公路摊坊道路中断 让往返台北宜兰地区的东部 民众是相当的困扰 台铁为了解决民众交通上的问题 特别从1号开始一直到30号 每天都会加开树林到花莲间的列车 解决树运旅客的需求 台东乡亲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多加了利用 一连好几天的大雨 使得花东民众往返台北宜兰的 树花公路出现落石与摊坊 造成树花公路中断 即使在抢修之后 仍有实施交通管制的情形 台铁为了解决花东民众 在树运上的困难 特别从6月1号开始 每天加开树林、宜兰 以及郊西往返花莲的列车 到6月30号为止 减少民众因为树花公路的交通问题 所带来的困扰 民众对于台铁的这项因应措施 感到很认同 还不错啊 因为对于如果花东一些 要去北部的民众 就会有更好的一个出口 就是如果它加开的话 会更方便很多的民众 不用担心买不到票 因为台铁有加开班次 那买到的几率也比较高 民众如果有搭乘的需求 相关加开的零食列车、车室、票价 还有时刻等详细资讯 可以致电或上台铁网站查询 记者韩启伦台东市报道